底下一个问题 居弟子所知 天人的天福若详尽 还需堕落 而往生西方的众生 则是无量守候不退传 这是真的 这是正确的 但又听说天主教基督教 与回教之天堂 与阿弥陀佛极乐过途之境界 完全相同 请问 与者是天福相敬 还是堕落 与者是无量守不退传 如何相同 这种说法是否别有用意 天堂太多了 太多了 有些天堂跟极乐世界 跟华藏世界差不多 但是不同的呢 真的 一个是无量守候 一个是有守命的 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像我们人间 人间在从前帝王那个皇宫里面 跟天堂真的没有什么差别啊 有些天人下来看到 哎呀比天上还要殊胜啊 超过啊 是不是啊 又过之而无不及啊 这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为什么 佛报大王 这是佛报 可是当时寿命 不相当 你看有些中国这些 历代的帝王 有些帝王寿命的时候 做了不到十年 就过时了 十年还是长得来 有两三年 他只有这么大寿命 大概在这个帝王里头 寿命最长的 在秦亲就是乾隆 乾隆的寿命最长 做六十年皇帝 做四年的太上皇 正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的 这是乾隆修的大佛报 甚是帝王啊 真的是享福啊 开过的帝王很辛苦啊 那是他的祖宗 他享福啊 享现成的 所以就修的大佛报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每一个宗教 都有天堂 过有过的天堂 天堂中等 天堂里面的佛报 有相见 有相似 都不相同 这个里头确确实实 只有极乐世界 是无量什么 那么其他的这个 这个天堂里面 也讲永生 只是寿命长 而不是真的永生 真的永生 有理论 什么叫真的永生 人要把妄想分别执着 断掉了 就是永生 那我们问 他那个天堂里面 有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断掉 那还没有断掉 没断掉就不是永生 这个道理要懂 至少佛建民讲的最透彻 因为妄想分别执着 断掉了 你本来是佛 那么你所限的这个环境 你的生活环境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华杂世界 只要你把这三个放下 那么这个是其他宗教里面 没有说 没有说 说的不透彻 那个中国传统 祖宗传统所讲的 人性本善 讲得很笼童 那本善的标准 到底是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只说了人性本善 佛经讲得像戏 讲得透彻 那么儒教我们 戒之欲望 没有断允 约理纪里面讲 傲不可诈 欲不可证 只是讲到这个地方 没断 那在佛法里面讲 那他的天堂在哪呢 欲解天 欲没断 所以他是欲解天 曾经有人告诉我 孔子在陶陵天 我听了之后 我也相信 就是看他那个层次 是欲解天 往上去 那是清静心 那是禅定 色解天 再往上去 像老子所说的 我有大欢 唯物有神 神都不要了 无色解天 没出三戒 没出三戒 出三戒才争阿罗汉国 所以这些选 里根思 我们通通明白了 那你一听就想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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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层次不想到 那么这些年来 我们接触 我们接触 许许多多宗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方式 来对待 平等 宗教才能团结 教义上能不能达到平等 能 不是不能 他们现在就讲的是 讲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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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义的是 讲到了一戒天 四戒天 五色戒天 所以我鼓励宗教徒 互相学习 这样就好啊 我们学他的 他也学佛的 这样就就把他提升了嘛 把他的天堂提升了 天堂可以改变的 这个要懂得了 怎么个改变法呢 你能把妄想分别者放下 就改变了 你看阿罗汉的天堂 只是放下了知诸 没有知诸的阿罗汉天堂 那么再要放下的分别 菩萨的天堂 再放下妄想呢 祝佛的天堂 不一样啊 所以他要明白这个道理 他尽量把这个东西 这个障碍放下 学掉 他不就生了吗 所以他的天堂快提升 所以我们接触了之后 都非常欢喜 皆大欢喜 我们对他很尊重啊 他们的天堂虽然不高 我们今天还去不了了 是不是 去不了了 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 所以必须要提升到他的那个道德标准 你才能进入太天堂 所以我跟一些基督教朋友谈的 那个上帝的天堂 我们不是基督教徒 我可以去 你凭什么 凭上帝所讲的 上帝爱世人 我是世人吗 什么爱世人 我是世人啊 你看 我又爱上帝 又爱世人 上帝怎么会不喜欢我 喜欢我当然可以去吧 我说你呢 你未必啊 但是奇怪了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你爱上帝不爱世人 那肯定上帝喜欢我 不喜欢你 所以必须把上帝的爱 在我们自己身上发挥 我们代表上帝就爱一些世人 上帝就鼓掌欢迎你到我天堂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嘛 这肯定的 我要是上帝 我一定是成全受的 接待大众对吧 我相信上帝比我高明 我比不上他 肯定他欢迎了 爱上帝又爱世人 如果是单爱上帝不爱世人 上帝看来会摇头 摇头会叹息 这个道理 要懂